小朋友,我们学过鱼类动物,还有鱼的身体部分 今天我们要来讲鲸鱼的需求 鲸鱼需要什么才能活下去啊 鲸鱼的需求 我们看看这一幅图 你就能够观察到鲸鱼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鲸鱼是需要水的 鲸鱼是需要空气 鲸鱼还需要食物 我们看看是不是啊 鲸鱼需要一个家 它可以住的地方 也许是在河里,大海 或者是你的鲸鱼缸 鲸鱼需要干净的水 干净的水 鲸鱼需要食物 鲸鱼需要食物 就是鲸鱼吃的食物 跟人吃的不一样哦 鲸鱼需要水草 鲸鱼需要水草 鲸鱼还需要氧气 对吧 鲸鱼需要鲸鱼需要食物 水 小朋友明白了 鲸鱼需要飞启吗 放胱粉